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看看网络上的那些搞笑趣闻视频开始前先投个币吧 上个视频的硬币明显已经被大家点成瓜子行转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更新 好家伙,能找到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还是给孩子设个一元一次方程吧 请注意,前方有老师出没 在教室偷偷玩手机的同学请收起手机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黑腹仓鼠 这只仓鼠的家就在这个农田之中 和我们的疯狂大夫就觉得这只仓鼠是一只新型僵尸 要吃自己的大脑 于是派出了无敌的小推车 顿时仓鼠就感觉到了好怕怕 但是还好,这时的小推车就是个弟弟 是为了想到偷偷旧的世界 大力的冰座,感觉的温饭,摇游饮与分宇 我们的灯架,绿带的花菜,我换家的咖啡 蜗牛兄弟可不甘示弱 像这种比成年蜗牛更加成年的成年蜗牛 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多见 可幸运的大伙见证了这只稀有物体的出现 据记载,它是诞生于元宇宙二三三年的远古产物 它们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强 足以可以在我们的城市道路中穿梭 这让学过科目医知道比让行窝的司机们纷纷惊叹不已 一个无聊的姑娘忽然想试试自己能不能把手给塞到瓶子里 结果塞是塞进去了 但是手出不来了 这时候她找了医院 不知道对不对 我感觉这时是不是该归消防队管 医生虽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行业 但是他们看到了患者的某些评论 还是会忍不住笑出来 你们看吧 坐车的时候发现了这把射孔人才能做的凳子 我就想说这凳子设计的有问题 真正的射孔哪能做这凳子 你会做的扣一 不会的扣二 这些药希望你们一辈子都用不上 所以也就看一下吧 大哥已经宅在家里打游戏太长时间了 家里人老跟他说 你就不能出去玩吗 大哥这回终于听劝了 为什么观众们看完视频都不投币啊 因为他们不知道投币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吧 那你给我说说看 一个币等于十经验 六级轻松拿到手